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百二十三章 五年前的祷告 这个时候 有一个很清秀的男孩 在玉器袍里面走出来 他说 阮哥 庄睿说 陈先生 不好意思 我要先去处理一件事 我们稍后再去仓库 秦宇就无所谓 我跟着庄睿进了玉器店 庄睿对那个男人说 庄妃 这位就是秦先生 秦先生 这个是我的弟弟 庄妃就望着秦宇 他的眼神很厉害 令到秦宇觉得 自己好像被狼望着 这样的眼神 他在一个人身上看到过 就是南英特种兵的幽名 他心想 看来这个弟弟也不是普通人 不过 他依然很淡定地和彭飞握了下手 彭飞说 庄哥 邵家我来了 我知道 我们先进去 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就从店里走出来了 他一走过来 后面跟着一大批人 全部过来跟庄睿打招呼 哈哈哈哈 庄先生 这么多年没见 还是这么余雅 哎哟 庄先生很久没见了 庄老师 又见到你了 庄老板好 秦宇小估不到庄裔这么高人气 在场这些人都是四五十岁的中佬 竟然主动开口跟庄裔打招呼 而且看他们的款 这帮人是很敬佩庄裔的 他想起孟方发给他的短信 关于庄裔的介绍 他是全国玉石协会理事 在玉器界有玉姓之称 故宫聘任的玉石鉴定专家 看来这三个头衔不是靠关系得回来的 若然不是的话 这帮玉石界中人 就不会这么真心敬佩他 甚至有些人当他神似的拜 庄裔也抱拳 和大家一一打招呼 接着他望着一个五十岁左右 身材发福的男人 他说 韩老板 听说你前年升级做爷爷 真是可起可何 但是可惜 上次人在国外 说不到过去 真是不好意思 嘿嘿嘿嘿嘿嘿 什么说话 什么说话 我们大家都知道庄老板历忙的了 我个孙子的丹臣 怎么敢努烦你大驾光临啊 这个男人虽然说就这么说 但是样子就很开心 似乎庄裔可以知道他抱孙 就应是很大的荣耀 当然 隔离的巡语知道 这句只不过是庄裔的客套说话 但是 当他见到四周围那些人 看着这个发福的男人 那种羡慕的眼神 他就知道 庄裔在玉石界行业当中的地位 怕且比他想象之中还要高很多 但是这个时候 突然听到一把声 庄裔 好久没见了 这把声一出 全场和谐的气氛被打破了 一个跟庄裔差不多这么上年纪的男人 从里面慢慢走出来 见到个男人出来 在场的人纷纷让开一条通道 让他直接走到庄裔面前 庄裔伸出手 他说 兆康 很久没见 兆康和他握了下手 他说 我就知道 今次平州玉石街 珠宝大会你会过来的 那也好 我们当初没赌完的那一局 可以继续 兆康这番说话一出 在场的人都保持沉默 他们的神情变得很古怪 而庄裔呆了下 才说 没错 都好 那就有请严老板 帮我们两个 再次开启那两个仓库 好 我们现在就过去 说完 他就先走出去 而庄裔就去到秦宇身边 他说 秦宇 可能今天带不了你去仓库了 不 我们明天 我不要紧 对了 瑞哥 你和那个人是要赌什么 赌 翡翠玄石 翡翠玄石 那不就是赌石 可不可以带我去看 当然可以了 说完 他就带着秦宇彭飞 出了玉气泡 他跟着兆康 走到去条行里面 在他们身后 还跟着那帮中年的男人 秦宇听到 这帮人当中 有些已经拿起手机打电话了 喂 快点来啊 变得玉气街咯 严老三个仓库啊 搞什么鬼 什么搞什么鬼咯 庄裔和兆康 做回当年的赌局咯 快点来啊 打定位了 迟了没位啊 喂 老师啊 哎呀哎呀 庄老师来了平州 他和兆家那个英俊 是咯 开回当年的赌局啊 哎呀老盐我仓库啊 快点来啊 喂 谷先生 快点来玉气街咯 玉姓啊 玉姓来了啊 类似的通话内容呢 我就不多说了 反正秦宇就听到 后边十几个人的电话 都是说这些 好像伊神开演唱会 获胖演唱会飞 这个时候 彭飞说 庄哥 姓邵这个会不会搞鬼 因为说了 邵氏是严老板最大的供应商 如果他们加起来搞鬼 那这场赌局 放心 以兆康的为人 他是不会做这些事的 旁边的秦宇就听到 呆了 瑞哥和邵康到底是 赌什么呢 当年未赌完要赌到 现在赌的 原来件事是这样的 十年前 张瑞在缅甸 赌石比赛里面 就赢了当时的唐老爷 成为新一代的翡翠王 不过 五年前 广东邵氏珠宝企业 横空出世一位赌石天才 只是短短一年 就打败了南方 所有赌石界的名宿 被大家称为 继张瑞之后 第二个有望在三十岁 成为翡翠王级别的赌石宗司 邵康这个人 是年少成名的 不过 有一件事是令他很不恶的 虽然大家都赚他 不过就经常会拿一个人 跟他比较 那个人就是张瑞 说他是第二个张瑞 说他是跟张瑞一样的赌石天才 就令到心高气傲的邵康 很难接受 所以五年前 他就趁张瑞参加玉气街大会的时候 在会上公然提出挑战 当然 里面还有一个插曲 就是因为平州玉气街 太多商铺了 那就难免会有些害群之马 用次货来当A货 去骗消费者 所以张瑞就想号召 平州玉气街的老板 成立一个诚信协会 凡是加入诚信协会的商户 都要缴纳一百万的押金 如果顾客在店里面买到次货或者假货 进行了投诉 就会由组织给三倍的赔偿 而对于卖假货的商家 连续给顾客投诉三次 就会取消他的会员资格 不过 凭张瑞当时的威望 就很难令到 玉气街其他商家都加入这个诚信协会 当时邵康亦都是看重这一点 所以提出 若然张瑞肯接受他的条件 他可以叫邵氏 还有跟邵氏关系比较好的玉气商家 都加入诚信协会 邵氏珠宝企业 在南方有几十人的历史 是南方珠宝的龙头企业 若然邵氏肯站出来之前这个提议 那么这个诚信协会 就会很容易创立 所以 就是这样张瑞 就同意了跟邵康进行堵石比诗 为了比诗的公正 他们特意选了 在最近的闫老三的翡翠仓库里面 当时闫老三 是一个翡翠无聊的商人 跟邵氏和张瑞都没什么关系 若然真的要说 会和张瑞的关系会好些 因为他成名当年了 在无聊商人眼中 是一个神话 那场比诗 几乎在平州的玉石原料商人 他们全部去围观 比赛的内容很简单 他们两个人各自选一个无聊仓库 分别由各自的仓库里面 选五块无聊出来 谁选出来的翡翠无聊 撤出的翡翠总价值最高 谁就赢了 不过这场比诗就没有顺利进行下去 当日邵康选了三块无聊就没有选了 他很囂張地说 凭这三块无聊的价钱就可以打败张瑞了 既然邵康只选了三块 但是庄蕊自然就不会去选五块 于是他也选了三块 不过最后的结果就很戏剧化 两个人翡翠价值竟然差不多 相差也是一两百万之间 即是作者这么写我这么说 相差差不多是一两百万之间 这样就叫不多 都真是我不懂行路了 原来他就说 在这两个人开出来的三块堵石 是共计五亿的天价 所以相比在五亿的天价 两三百万就是零头 而且这种价钱的差距也很难服中 因为翡翠这件事 上下浮动幅度很大 若然你遇到中二的 尤其是顶级翡翠 上浮几百万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当时两个人撤出来的 都是顶级翡翠 好了 那这件事之后又会怎么发展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讲 欢迎你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超品上司 作者九灯和线 由陈嘉琪播讲 第四半二十四章 翡翠无鸟 翡翠这件事 上下浮动幅度很大 若然你遇到中二的 尤其是顶级翡翡翠 上浮几百万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当时两个人撤出来的 都是顶级翡翠 按照原先的规矩 他还剩下两块无鸟是他们可以选择 来最终分一个胜负 但是兽康当时就叫了暂停 要求封仓库 剩下两块堵石无料 让两个人下次再来选 这个仓库估不到一封就封了几年了 其实很多人看出来的 兽康选出这三块堵石 是他最看好的三块 也就是说 仓库里面其他的石 一不是他看不上眼 一不是就是他看不准 那剩下两块石 为什么他也没有什么把握 所以才叫暂停 不过 庄裔就没有反对 其他围观的人也都不会开口说 但是谁声谁呼 大家心中有数 当年的赌局是庄裔略胜一筹 至少他没有叫暂停 现在隔了五年 兽康再次提出挑战 不少人就觉得 这五年 他肯定专门研究仓库里面 那些他看不透的堵石无料 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 若然不是 他不会轻易提出 要重启这场赌局 这场赌局来到这里 就很不公平 不过两个当事人都没有意见 尤其是庄裔 大家都不明白他究竟想什么 难道真的这么有信心 一点都不怕少康挑战 大家走了十分钟左右 就来到这个仓库里面 严老三打开铁门 秦宇就跟着庄裔走了进去 他望了一下这里 皱了皱眉 因为他是风水师 就习惯每去到一个地方 第一眼就看看这个地方的风水 还有气场 仓库厂房 气场流动不足 死气沉沉的 人若然在这些地方 留久了就肯定病了 不过 当他看着少康的时候 他就很惊讶了 当然秦宇反应很快了 你还惊讶的表情 只是一瞬间就略过了 他的面孔又恢复平静 他口喉喉地说 竟然有些这样的人 这里又是仓库 卖的又是翡翠无鸟 哎 对了 蕊哥 我想问一下 这里的翡翠无鸟 对不对外销售的 张蕊被他这个问题都问得牛了 他想了一阵之后才说 应该是对外销售的 盐老板之所以封仓库 是因为少康的要求 少康每年都会给200万给盐老板 作为封仓库 等今次赌局彻底结束之后 盐老板这个仓库就不用再封了 他会将仓库里面的堵石无鸟 拿出去卖 听完这番说话 秦宇吓了下头 又四周围地望了 不过没有人见到他的神情 他现在很开心 这个时候 只见盐老板 站在两个并排的翡翠无鸟 仓库前边 他说 庄老师 康少 有请两位 过来看看仓库门上边的封桥 是不是原封不动的 秦宇这个时候才留意到 原来在门压上面 各自贴着一张红纸 两张红纸上边有着庄裔和兆康的签名 还有几个诗人印章扔在上面 庄裔和兆康两个人就上去检查红纸 彭飞说 这个就是当年封仓库 庄哥和兆康各自签名和扔了丝张的红纸 红纸是用胶水贴在门上面 现在 盐老板叫他们两个上去确认 也就是想告诉大家 仓库他没有打开过 是原封不动 经过彭飞这样解释 秦宇才明白 原来红纸是这样用的 好了 检查完之后 确认没问题了 盐老板叫两个工人将仓库门打开 说就是说仓库 其实就是两个稍微大一点的房 两间房中间有一栋墙隔开 那栋门一打开 一阵霉味破臂而来 所有人掩着鼻子向后退 而站在前面的庄裔和兆库两个人 臉都脏了 几乎想扔 为什么 因为里面很久没有开门通风 所以那些嘴味比较重 盐老板看到大家掩着鼻子 快速吩咐他的工人拿些东西回来 很快 工人回来了 原来拿着几盒香 还有风油精 工人将风油精放在大厅的桌上 然后分别在两个仓库四个角点上蝉香 用来掩着那些嘴味 盐老板说 各位同行 大家都知道 里面有点点霉味 我建议 不如比赛推迟一天 等仓库通风之后 霉味散了 再举行 你们怎么看 后边有人就说 没事没事 庄老师顶得顺的话 我们不怕 对了老盐 这些东西你就不用理了 康笑他们都没所谓的话 我们有什么所谓 在场的人全部都是玉石行业的 一场顶尖高手的倒石比试 不是说等一天 等多个小时 他们都心痕了 所以 他们宁愿闻着那股口气 都要看东西 盐老板说 庄老师 康笑 你们两个怎么看 少康望着庄裕一眼 他说 我没问题 我想 庄裕都不会有问题 你五年 我去过缅甸的翡翠坑 那里的味 难闻过这里多多声 没照样地捱过来 他这句话一说完 大家又开始议论了 原来康笑这几年 没有在圈里面出现 是去了缅甸 看来这次他学买了 学买了 不少东西 这次赢了 他 大家都知道 缅甸那边的翡翠坑 无料很多 庄笑在那里 一定是研究翡翠无料 哎呀 醒火了醒火了 庄老师输定了 你乱说些什么 庄老师 自从进了赌石街之后 都没输过 就连翡翠王 唐老板 都要金败下风 他赢不了 一时之间 大家就意见不一 有些支持庄裕 有些支持兆康 但是就很明显 支持庄裕的人 还是占上风 因为话说是欲盛 新一代的翡翠王 这两个称号 已经是实力的象征 支持庄裕的 多数都是五十岁打上的人 这些人是见证了 庄裕在赌石街 怎么挖起 所以他们对他很有信心 而支持兆康那帮人 就年轻一点 他们进了赌石这一行 就没多久 只是听过庄裕的名气 但是没见识过他的真功夫 而庄裕自从和翡翠王 在缅甸进行了巅峰对决之后 就很少在公开场合那里倒石 也都没去参加工盘 所以这些后来入行的人 也都没机会亲眼看到他倒石 但是兆康 他们是看得确的 除了近几年 兆康因为去了缅甸 就消失了在大家的视野当中 所以他们觉得兆康 是有可能打败庄裕的 因为畅甸在缅甸那几年 就不是说说笑的 没有自信和把握 他是不会回来挑战 秦宇说 彭飞 你觉得谁会赢啊 肯定是瑞哥 瑞哥倒石 从来没输过 听到彭飞这么说 秦宇笑了笑 彭飞好奇了 他说秦先生 你觉得谁会赢啊 我不是太了解 赌石怎么赌 所以 我很难判断 这个答案 真的像是非 但是彭飞觉得 面前这个秦先生 跟瑞哥好似的 明明心里哪有答案的 但是不到最后一刻 他是不会露一点口风 好了 现在两个人开始行动了 张瑞正想着走进仓库 少康叫着他说 等一会儿 这样吧 我先看你 选翡翠无聊 等你选好了 我再去选我的无聊 当然 也可以我选先 你来看我选 选完你再选 张瑞嘔了嘔 他都不明白 为什么要这么做 少康继续说 我猜大家都想这样 两个人都想看我们怎么选 那索性 分个先后 简直我们就一人一个仓库 又不会说 抢了对方无聊 他这番说话 说完呢 所有人都入头了 确实 两个都是顶尖高手 看他们怎么选 说不定学到东西 是吧 好了 那这场比试之后 又会怎么进行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说 欢迎你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超品上司 作者九灯和线 由陈家琪播讲 第四百二十五章 巡语的吃镜 上期我们讲到 少康提了一个建议 就说 他和庄瑞 可以先看对方选无聊 反正是一个选完 另外一个再选 他这番说话说完 所有人都入头了 确实 两个都是顶尖高手 看他们怎么选 说不定学到东西 那于是 整班人就去了庄瑞这边仓库先 虽然仓库入边 就点了蜆香的了 但是巡语进去 都是掩着鼻 而其他人 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动作 因为五点游是可 本来这里 就只是一股嗅味而已 但是现在就嗅味 加上蜆香的味 混合更古怪 巡语望了一下彭飞 这盗油 居然神情是没有一丝的变化 好像闻不到一股脆 巡语心想 顶不是路 做一下事才行 他眼睛碌碌 体内念力流转 脚抬起几分 轻轻一吞下去 噴 一阵凉风吹入来了 吹散了大部分的嘴尾 大家才觉得神清气爽 呼一口气 但是 彭飞似乎感应到什么 他望了一下巡语 巡语专闻说 哇 幸好有风 哎呀 若然不是真的 吐不上气死了 他说就这么说 但是他心想 哇 彭飞这个人 太过精髓了 自己差点给他看穿 他刚才是借用地墨之气 他身上气场会有改变 而这个改变就引起彭飞的注意 有些人的五官感应是很灵敏的 他们对气场的变化也很敏感 明显彭飞就是这些人 好了 现在的气是顺利了 巡语认真看看这里 他看过去 眼前全部都是普通的翡翠无鸟 卖相差得不得了 甚至 有时候在河里面挖出来的鹅春石都好看过他 而这个仓库大概就三十个方左右 靠里面长的 有一半的位置 全部放满翡翠无鸟 而除了说庄裔彭飞 还有自己不知道什么跟过来的巡语 走过去对无鸟面前 其他那些人都是隔到两三米远 见到庄裔开始蹲在地上 拣翡翠无鸟 巡语四周围的望 有些石头很难看 于是他多口问一问彭飞 彭飞说 仓库这里的无鸟至少是值五千万 约然存十年左右 仓库价价还会上升 哇 真是不进这一行的话 都不知道这一行的水有多深 张裔选拣无鸟就选得很快 几乎只是抱起来 望几眼 然后转一转 再望几眼 就放下了 秦宇有样学样 但是他就不懂看这些 他看相就聪明 看石头就会懂 看见有几块无鸟 好像表面都有一点绿绿的 如果让他选 他就会选这几块 彭飞看到他就说 陈先生 你选的这几块堵石 只要有几年堵石经验的 其实都不会选的 一般堵石无鸟 都是价钱比较贵 成本很大的 堵石价有句说话 叫做零马一线 吾马一片 你手上拿着的这块无鸟 已经有一面是绿色的了 这样的无鸟 里面到底有多少翡翠 就没人知道了 但是我知道 这块无鸟想买 起码要三百万以上 彭飞其实对堵石 都不是太多研究 但是跟着瑞光这么多年 不多不少都学到些 加上秦宇 真的是新手 所以彭飞就打算教精他 听到秦宇 好像鸡仔串米一样 张瑞说 彭飞 你胡说什么 你自己都半孔水 还跟人家介绍 你吾银子弟 哼 张哥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我跟着你这么久 见识过很多次堵石 正所谓 熟读堂诗三百首 不懂淫都会偷 更何况我说的东西 都是当初你跟我说的 又怎会有错呢 哼 彭飞啊彭飞 赌石这件事 若然真的有规律的话 就不会赌到这么多人 傾家当产了 算了 张瑞有句话 在心里面就没有说出来 他想说 我之所以会百分百赢 不是靠规律 是因为我事先知道 赌石里面有没有翡翠 然后再左说右说 其实都是事后诸葛 来的 秦宇说 哦 鱼哥 没事的 我也是听一下而已 赌石我都没想着玩的 咦 鱼哥你选好了 嗯 没错 选好了 其实五年前就选好了 这次回来 只不过再看一次而已 张瑞这番说话 虽然说的不是太大声 但是在场的人 一片哗然 五年前已经选好了 那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五年前 邵康还未选得出 剩下两块无料的时候 张瑞已经选到 五块有把握的赌石 由这点来说 张瑞赢了 于是 支持张瑞的人就得戚了 咦 但是支持少康的人呢 他们就说 别这么得戚 就算当初 张瑞老师 选好了五块翡翠无料 就不代表他一定赢的 赌石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 一日未撤开 谁知道是暂还是蝕 这个时候 后面那些人发表意见 就越来越多了 邵康见到 张瑞选好了 过了一阵他说 竟然 张瑞你已经选好了 那跟着下来 就轮到我了 然后他就轮转身 走去另外一间仓库 那门口的人就 快快让开一条路 秦宇见到他走了 他说 鱼哥 我们过去看看 张瑞晃了下头 他说 张瑞 对 严老板 这两块翡翠无料 多少钱 严老板说 张瑞老师 这个价钱 我们都是等康笑 揀完再一起计 对了 张瑞 终于看了他一眼 心想你都蛊惑 不过他没有反对 把两块玉石的无料 放在推车上面之后 就交给严老板保管 然后他就走进 肖康的仓库里 入到他发现 肖康已经开始选无料 他的神情就很严肃 有两个年轻人 在旁边帮他翻手里的无料去看 而肖康自己 就时不时摸摸摆 手中还拿着一本笔记簿 就在上边 滑滑的 expense 狠专稿 相比起他的专业 张瑞之前选的那些动作 好像的很随意 而秦役入到这一间仓库 他的眼睛滚一声 似乎看到 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 他小声的说 噢 原来是这样 好 明了 他望着兆康的一举一动 尤其是那些去看完之后 又放弃了的翡翠无聊 秦宇认真过去看 试图记住这几块无聊的样子 但是 其实除了他之外 还有一个人 对眼都是放光的 那个人就是庄裕 不过 他跟秦宇不一样 秦宇是记住兆康 所有拿起身 又放下的翡翠无聊 而庄裕就是 在兆康刚刚拿起一块无聊的时候 他对眼好像亮了灯 叮一声 当他又放下这个无聊的时候 他的眼神又好像关了灯 过了一个小时 看了八块无聊之后 兆康终于选定了两块 他说 好 我选好了 大家听到这句说话 他们开心了 等着五年的祷告 终于来过了断了 那究竟 他们选的无聊 谁升谁负呢 我们就留下期 继续讲了 一会儿 我选择了 我选择了